澳洲新南威尔市的树雄数量最近就大幅度的减少 澳洲政府因此计划设立树雄国家公园保护树雄的栖息地 不过被列入计划中的国家公园区域却出现了大量的伐木活动 环保人士就担心这不只会破坏生态 也会让保护树雄栖息地的努力受挫 荑木和肯公园地维ищ若拍的会议者是尽甩的 Oro祂角兴可以继续地资料 支援国家公园保护树雄和森林西兰 并非孟ぜ手机或其他市场抗产 所谓的减少 获来的大际公园保护树雄 當時公园保护树雄 这是很远色的 因为了解忆地的努力 会期待不够的腹 专家早前就警告 越来越多的树熊栖息地被用来新建房屋 加上大量的房屋 令到新南维尔市的树熊难以生存 可能会在30年内灭绝 澳洲政府因此就计划将17万5千公顷的森林 纳入现有的保护区 形成一个31万5千公顷的树熊受保护栖息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